八支式动画效果的设定 图片轮播动画 首先请同学切换到第二张投影片 这时候再切换到动画标签 那我们希望呢,图呢 有动画的效果,对不对? 那接下来点在第一张图哦 这里有三张图,好,第一张图 那在动画的标签这里呢 我们点选切换什么 随机线条,就这样出现了 那接下来 第二张图,一样再设定 随机线条 好,换第三张图,再点选 设计随机线条,我们把 三张图做完以后呢,同学 看一下这里呢,第一张图 就在这里,那第二张图 第三张图,设定的动画 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点这里 那如果不用呢,可以移除 对不对?我再点这个,原来第一张图 再来一次哦,随机效果 那顺序呢,这里可以往上移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透过这里可以来做 动画的效果跟调整工作 那我们可以来拨看看 好,点预览哦 一,二,三,做柄队 好,这是冰川不断的往后退 所以现在呢,这是最早的冰川 好,都还摆摆的往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好,再播一次 一个,两个,三个 就可以依照顺序来呈现动画的效果